波不斷在扩大 新北市卫生局也查出 保林茶室疑似有问题的 果条制造商 并会同时要数到工厂查核 为了确保民众的食品安全 已经责令业者 预防性暂停制作 及贩售版条食品 并主动通知下游自主下架回收 部分业者喊冤 说卖出去的果条 只有保林茶室出现异常 但为求周全 卫生局仍然抽验相关原料 并将成品送检验 预计7到14天之后会有结果